你看看 你看看 天别激动 怎么不激动 都烂成这样了 我都在这儿单一天了 赔钱 赔钱 知道吗 赔钱吧 给钱 发生什么事了 小秦姐 这两位客人说 我们鞋子质量有问题 要求退款了 可是您看 我们这鞋子穿成这样了 就人了是 我告诉你 今天拿不到赔偿 谁都别想走 您好 我们这是正规的商场 所有店铺 都是经过严格的 资质审查的 是绝对不会卖假鞋的 而且您这个鞋 穿成这样子 我是这儿物业部的 物业的 物业的管这事 我告诉你们 今天我就找你们 你们不帮我解决 我就没完没了 我打电话315 有话好好说 您不要着急 我们不是不赔偿您 但是我们是需要 一个流程的 流程 我让你们看看 我的流程 的流程 小秦姐 有话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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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打人呢 谁打人了 谁看到哪人了 保安部 保安部 现在派几个人 来BVJ这边 有人闹事 就要保安是吧 大家看啊 郑佳妹是贾鞋 我手术这个 见您报告 见您正前是贾鞋 我看一下 你得不赔偿 来 开个笑话 不要推人 不要推人 不要打人 你不要推人 哎呀 哎呀 有人打人呢 打人哪 你打我了 我说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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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打你了 我说你了 我说你了 你打人啊 你为什么打人 你为什么打人 为什么打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针对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知名商场售卖缴货事件 留解一下大家对于此事件的看法 我们进行一下街头采访 那商场啊我去过 他送我这包就跟那儿买的 什么 还打人 我们不去那商场买东西不就完了 反正我进发朋友圈抵去了 对吧 就是啊 来商场买东西啊 本来就是为了买个放心 没想到啊 这么大的商场 还卖假货 这视频我看了 这女的是那商场的人吧 真够恨她 政府早就该管管这些卖假货的 你采访我没用 你应该去采访那商场 打人的人 还敢打人 换活呀 我抽不死她 这只名商场 收假 怎么办 哪个商场 那个商场 他这么大商场 他能卖假货 他能卖假货 这就结果那儿过分 卖假货还打人 什么速度这些 你看 你看 这种地方看着 看着有没有点眼瘦 有 我今天没有 好像去过 转发一点 转发一下油不能带去了 什么地儿啊 那边弄什么素质啊 卖假鞋还是大人 毕业报告一下 毕业报告一下 前方到站二中 你干什么呢 什么我干什么 你往的头上抹什么了 我这是替天行道 他就与卖假鞋的还打人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怎么我不说 你放手 放手 我放手啊 放手 你们别拍了 别拍了 手机放下 照片删了 删了 删了 你们快下车 不许拍了 立马照片删了 你要下车啊 太大了 不要下车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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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